台南知名全美戲院在創辦人離世後 好不容易撐過疫情 卻爆出經營權之爭 原是兄弟之間理念不合 創辦人二兒子不滿接手的大兒子 和影院手繪電影刊版的 嚴正發大師分道揚鑣 經營新人的風是泰國傳統 和其他四名股東聯合聲明 要求撤換負責人 戲院外天滿手繪海報 有編一般影城時代感滿滿 這間台南知名全美戲院 以播放二輪片為主 睽問55年 台首輪上映許光漢主演的電影 讓老戲院再度風光 沒想到如今卻爆出經營權之爭 我們這些股東都是年輕 有時候有些方法 跟我們這些人好好的開會 不要說年一次會都不要開 都說以它為主 原來四年前在創辦人吳亦元過世後 全美戲院有五名子女依法分股權 大只為負責人 二兒子為經理 三兒子則是負責 精品皆等厭惡 其他一名女兒和兩名孫子孫女 持有股份 除了經營方式出現分歧 撤換手繪電影 看板大事嚴正發 疑似也成為引爆點 老師是因為那一天 在畫那個他的紀錄片 那天說要中暑了 然後他不給他錢 隔天要把老師的那些畫作 貼上牆壁那些貼紙拿掉 老師就脆薪嘛 二兒子和其他股東 聯合發出聲明 逼讓董做 首段讓負責人大兒子 也不忍了出聲反駁 嚴師傅離開了 我也祝福他 所以認為我的經營方法不好 公司有公司的治理 我也悉心接受 維護公司的權利 跟個人的名義 是要採取法律行動 酬勞爭議讓經營權糾紛 扶上台面 在創辦人離世後 撐過疫情 卻快撐不過經營理念不同 未來這家老師醫院 走向如何 也漸漸顯示 二輪電影產業 文化的困境 接著黃鳳集團到